第四节是补阴 那补阴呢 又是我们中医学当中 治法当中补法的一大门类了 这个阴虚啊 五脏都可以有阴虚 那作为阴的根本呢 圣阴 又叫原阴 原阴的本来的阴 就叫原阴原阳 都是内语于圣经之中的 内含于圣经之中的 那作为整个阴虚啊 翻译的阴虚呢 它有层次的不同 我们一般分类啊 大的把它看成 比如肺位阴伤 肺位 这两个叫阴伤 那涉及到一个什么 位为水国之海 后天摄入水液 化身经的一个本源 肺呢 它是一个通过肺的宣降 能够水经四部五经并行 水润润着全身呢 要有肺的一个动力 而且作为肺脏来讲 外来的气候变化 内让五脏产生热的 熏蒸滑钙 都容易伤到它的阴 因为它不耐寒热了 所以包括像胃阴不足 土不生经都能够引起肺位的阴伤 所以涉及到 后天之本 这一脏腑 除了脾胃的胃以外 还要涉及到肺 所以我们经常提到的 阴伤里程式较浅的 是肺位的阴伤 那这类治法呢 是放在 主要的都放在制造剂 制造剂里清旋外造 和滋润内造 内造里边 层直较浅的肺位 肺位经伤 而如果较重的呢 肝肾 隐虚 肺位经伤 也说了养阴了 肺位很少说知阴啊 肝肾阴虚往往说知阴啊 肺位的阴不足 往往是经伤了 因为产生一定的虚热 也不重 一涉及到圣阴了 那阴虚引起的虚热就重了 所以这是一个阴伤城市的不同 那我们补一季里的补阴呢 基本都是涉及以肾阴不足为主的 由于肾阴不足 这个肾和肝的关系啊 水要喊木 所以肾阴不足往往肝阴也不足 肝肾阴虚就成为 我们这一节补阴的最基本病机 肝肾阴虚 基本病机 所以涉及到补阴养阴的话呢 整个教材呢 有两部分是 这个重点 肺位阴上的制造剂 肝肾阴虚 是在补阴这一节 补阴这一节 那些特点 那这个阴虚呢 就会有不同程度的虚热 阴不足阳了 产生一定虚热 那这个虚热呢 特别干肾阴虚 产生虚热就很明显 很透彻 因为我们说圣长经 那一元阴元阳 这个圣经化气 圣阴圣阳 因为后面我们要讲到 补阴要讲补阳了 圣阴圣阳这两个概念呢 不是单独字 欲圣经当中的 所以经常说到圣经亏虚 不等于圣阴虚 说到圣阳虚 不等于圣气虚 这几个实验历所谈的 组织的一创阵后 是有差别的 圣经虚是一种基础表现 我上位提到过 圣阴圣阳圣气里 都会有这个表现 圣经亏虚了 以后腰性酸软 耳鸣健忘 圣经要生衰阳骨充脑了 这个可以圣经虚以后 这个圣经不足了 可以譬如说 生殖系统的一些病变 生长发育 小儿五次啊 等等这一类 那是没有明显反映出 偏寒偏热特点的 而又明显圣 圣足骨啊 开窍于这个耳啊 而涉及到这个 譬如圣氏耳变呢 这一类就是说 有符合这个 圣党节律这个特点 也是圣经的一个作用 也是叫圣经亏虚的一个表现 圣阴虚圣阳虚呢 本身的坚有圣经虚的表现 坚有圣经虚的共性 所不同在于这里 它由于成中在阴的成分不足以后 会产生阴不是阳的一组虚的表现 同时这组虚的表现 如果圣阴虚重了 要引起其他丈夫病变 或者干圣阴虚 或者肺圣阴虚 虚火受肺 或者兴圣阴虚 那虚火老乃兴圣 下游圣经 这个虚火老乃经史 上游老乃兴圣 兴圣两虚 就涉及到五脏 因为五脏子 已经非此不能知了 那如果生阳不足呢 一般它涉及到阳气 蒸化水液 水液代谢 是个足水 得不到温序 得不到温化了 同时呢 圣阳虚 往往也叫它明门火衰 是有生殖系统的问题 涉及到呢 这个火不生土啊 脾胜阳虚 水肿气泻方面 这方面的问题 而这测中在这个 它的体现 虚寒再加上具体 刚才谈的一期证 这圣气虚呢 也有圣经不足的 基本表现 再加上 圣气有一种故事特点 气有故事功能 圣气又要失耳边 是开合 圣气又要纳气 水道忽度稀少 它有这个基本这种特点 按照这个推理价格 可以来确定 圣经虚 阴虚 阳虚 气虚的基本证性 那这里谈到这个的说明啊 圣阴虚以后 由基本圣虚见证 圣经不足的见证 又加上虚热的特点 虚热又可以分为 两个档次 一个一般的 圣阴不足 阴不自扬的 我们叫虚热内扰 虚热内扰强调到热 而不是强调到火 如果在虚热内扰 严重了 我们叫虚火上眼 或者叫阴虚火望 提到火望 或者虚火上眼 都有火 那开始就上目 特别内里的一些 阴虚有的比较重的表现 特别上目 这才叫火望 或者叫虚火 所以一般的虚热内扰啊 比如心烦躁扰 有阴虚特点心烦躁扰 五心烦热 那这类 都还是一般的这种 摄影虚表现 如果虚火扰动精时 失眠 多梦 一经等等这个呢 还是虚热内扰 它如果说影响 明显上部表现出来 而且火热 阳热现象很重 才会火望 特别上面 上目 如果全宏夹市 自己出来 肯定是火望 当然由于古代 没有很好统一 有一些 譬如古增 古增朝日 有些把它 在这个基础的 盖身音学生里 可以见到 是延期 虚热 身古增 从骨往外透 增透出来 阴不止阳 那一般明显的 古增朝日 比较重 加倒汗 有很多人就说到火望了 火为日之极 一般说的 虚热内扰 程度重了 火望了 所以这个 首先这个 干涉 阴虚 阴虚它有一个 层次不同 六位地方万一累的 强调虚热内扰 虚热内扰 它用知阴为主 来和阳平衡了 阴不足阳抗 而知阴以寒阳 它并没有 直接的降火 直接的清热 你要大补阴碗和 自破地方碗一类呢 那它就有 阴虚火望 虚热 乃至于发展到虚火 这种程度呢 比较突出 所以过去本科中 又开始 就学习到这个 补婴啊 经常 这个状况上 又搅不清楚了 当然有些 传统来的一些组织呢 它也没有跟你 严格分得那么轻 提到火望 一个是火为热至极 一个有上言之事 有这一特点 那就是再加上 基础的阴虚见证 那就阴虚火望了 所以在这个 我们讲补婴针对的 这个阴虚证 第一个 主要指甘胜阴虚 这一节主要指甘胜阴虚 为基础的 第二个呢 它里面包含有 一般的 甘胜阴虚 虚热内饶 阴虚都会产生虚热 程度不同而已 虚热内饶为基础 它也有一些方机 副方或者正方 它是虚火上盐 这是反应的 程度不同 那在用药方面呢 都是以 滋养 甘胜脂婴的脂婴药为主 再结合呢 清虚热药 或者降虚火药 当然 婴伤涉及到五脏 相应的呢 有五脏的 脂婴清热方剂 有很多可以根据 滋补 止补 盛印的基础方 来调解 那我们配五脂婴药的时候 要考虑到哪些问题呢 一个问题 要滋补甘胜 止音 和补肺位止音 清养肺位止音 不一样 因为作为干圣之阴 的圣阴 是内于圣经之中 阴不足 随到圣经会亏 而且你补阴同时要考虑阴阳平衡 所以呢 在这个补圣阴当中 除了用田经补水 补圣经的药以外 用知圣阴的药以外 也要考虑到一定的 瘟阳 也就不能过于寒凉 所以由于滋补圣经方 很多偏温 像六位地方 索地这里 体现了阴阳坚固 那就是张景岳讲的 善补阴者 必予阳中求阴 这样造成阴阳坚固 所以六位玩 为什么他里边补阴 用索地 从性为他的温的 温性的 但是作用呢 又是阴柔的 治阴阳血 体现了阴阳坚固 同时呢 滋补圣阴 用于甘肾阴不足 阴不足就会产生 肾阻 肾阻占据其味 所以呢 在补一肾肾阴不足的前提下 还用一定的沥水药 来血腎阻 这也是常用配务方法 这个配务方法 当然 后来这个 张景岳呢 他这个 他祖方有他的思想 他强调要你专业 要俊补 所以他在 他在像左规影 左规弯呢 就把山蟹去掉了 增加 补一力量 但这样之后 后世有说好 有说差的 说好的说 他是俊补 这是一种 专补俊补的方法 不错 但大家都承认 不宜久服 脾胃差的 不能用 那说明什么 那这种 补蟹和脊 这种结合 脊补生 又血腎阻 这种方法 在补应该注意的 特别是 慢性服用的过程当中 更该服用 注意的 这个 这是补应要配务 一般呢 要注意方法 注意 阳中求因 注意 补蟹兼施 因为在武藏应需呢 要有不同的 这个针对 各样生理特点的 一些药物 这表上提到了 武藏的 一些这个 配物当中 要注意的这些药了 我们就和具体方 在讨论